我们来说学习我们这个表单 上午我们说了表格 下午我们来说这个表单 表单是干嘛的 表单和表格差一个字 还有什么区别 表单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里经常会用的 比如说什么叫表单 表单说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单子 就是一个单子 那你上举个例子 你上这个银行 我们去办这个移行卡 你要办移行卡 需要先干嘛 银行会先给你一个单子 那个单子上面写什么 写什么你的姓名 什么性别 什么身份证号 交通住址 手机号 等等等等的一系列信息 对吧 你要先填这么一个单子 那这个单子我填完了干嘛的 填完了 我是要交给银行贵人 他收到这个单子以后干嘛 根据表单上信息 给你去办这个什么 办这个移行卡 这个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什么 表单了 比如说我们刚入学的时候 学校会让大家填这么一个什么 学生的一个信息表 是吧 什么姓名 姓别 什么加拿机关等等 一系列的信息 填这么一个表 那这个表是不是它也算是一个表单 那我们来说 那我刚才举的这两种表单 一个是我们银行表单 还有一个是我们入学表单 那这两个表单的作用是干嘛的 是什么干什么 干嘛用的 是不是提交信息的 银行那个单子 是我们将我们个人信息提交给银行 银行再去根据这个信息去给你办移行卡了 学校这个表单是干嘛 我们将个人信息交给什么 学校 学校在将我们这个个人信息存档 是不是管理 所以表单是干嘛的 说白了 就是将我们的信息 是不是提交给 挑给别人 那网页中表单又是干嘛的 那我们说网页里边最常见的表单是什么 我们说生活里边的表单 是将我们这个信息提交给什么 银行学校也好 而我们这个网页中的表单是干嘛 是将我们的个人信息提交给谁 提交给服务器 提交给服务器 那我们中最常见的一个表单 就是谁 就是我们百度的什么 搜索块 百度搜索块是什么特点 这是一个文本块 文本块后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按钮 你在这是不是可以输入一个内容 比如说我干嘛 我这输入一个美女 然后我一点百度一下 我一点走你 我这美女就发哪去了 这美女是不是填了跟没填一样 不是 这美女提交给谁了 提交给百度后台的什么 服务器 百度服务器 一看 这哥们想看美女是吧 然后上他数据库里一检索 干嘛 把所有美女相关的页面 是不是可以返回返回过来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页面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呀 是不是看到这个结果呀 所以注意表单里边的信息 是不是最终都会提交给我们的什么呀 服务器吧 哎 提交给的服务器啊 所以表单呢 说起来作用比较的简单 灵略我们叫什么呢 叫做一个表单 表单的作用就是干嘛呢 就是用来向我们这个服务器提交信息的 哎 表单的这个作用就是 什么呢 哎 用来将我们这个用户信息干嘛呢 哎 提交给我们这个远程 服务器的啊 将我们这个用户信息提交给远程服务器的 或者说你不写远程也行 你就说提交给服务器的也ok啊 提交给服务器的 那这里边我们常用的表单什么呀 百度的所有夸是一个 我们有数干嘛呀 是不是注册呀 哎我要注册一个用户 我要填什么呀 用户名啊 密码啊 确认密码啊 什么电子邮件等等一系列信息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表单呀 哎 还有什么呀 登录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填呀 哎 登录的时候也得去填一个表单 还有什么呀 你想贴吧 你想干嘛呀 你想发个帖子 你想发个文章 那个玩意儿也是什么呀 也是一个表单 只不过提交的内容不一样啊 提交的内容不一样 那我们来说比如什么呀 比如我们这个百度的这个搜索块 比如什么呀 比如我们这个注册 比如说登录哎 这些操作都需要什么呀 哎 都需要填写什么呀 填写表单啊 都需要去填写表单 这什么说的表单的一些简介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干嘛呀 哎 那在我们这个网页里如何去 创建一个表单哎 那我们说创建表单 那和table一样 那无非是不是也就是一个 标签啊 哎 一个标签啊 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叫什么呢 使用我们这个 form标签干嘛呢 创建一个 表单啊 使用form标签来创建一个表单 我直接写了 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form 哎 这个表单创建完了 但是这里边还是这样 跟我们这个table一样 这个仅仅是一个什么呀 这个创建完了 还是仅仅是一个空表单 你在页面里干嘛呀 什么也 看不着啊 什么也看不着 我们还需要干嘛呀 我们还需要往这个表单里填什么呀 填写我们这些表单项 什么叫表单项啊 哎 你有的夸是干嘛的 输入文本的 有的夸干嘛呀 输入密码的 有的夸是干嘛呀 让你去选择的 这些都叫什么呀 都叫表单项啊 都叫表单项 但是注意 我们在说这个表单项之前 我们还要说一下 在form标签里 还有一个属性是必须的 叫什么呢 叫做一个 action action这个属性是必须的 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icon这个属性 它是干嘛的 那我们说了 表单是用来干嘛的 是不是用来向服务器提交信息的呀 那这块就有问题了 那假设我想提交这个表单 我要向服务器提交 哎 我向哪提交啊 那这里边能体现出来吗 是不是体现不出来呀 哎 体现不出来 所以这里边什么呢 form标签有一个属性是必须的 form标签中 必须指定一个这个action 属性啊 action属性 该属性指向的是什么呢 哎 指向的是一个服务器的什么呀 地址啊 指向的是一个服务器的地址 当我们干嘛呢 提交表单时 哎干嘛呢 将会提交到我们这个action 属性对应的什么呀 哎 对应的这个地址啊 对应的地址 比如说我们百度那个什么呀 那个表单 它这个action肯定什么呀 肯定是百度的后台的一个什么呀 服务器地址 这个关键字提交到我们这个百度服务器以后 它会根据这个字去检索这个内容吧 所以注意action后边需要的是一个什么呀 服务器地址 那现在就有问题了 我们现在干嘛呀 咱们是不是还不会写服务器呢呀 咱们还不会写服务器呢 而且说咱们现在还没有服务器呢 所以咱们现在干嘛呢 只能整一假的啊 只能整一假的 怎么假呢 直接在这创建一个页面 来一个叫做TAGT target.H毛 咱们就写这么一个简单页面啊 来这里边写什么呢 写一个H1 叫什么呀 叫做表单提交 成功啊 表单提交成功 然后干嘛呢 我这个表单的action 配置什么呀 叫做target.H毛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表单往哪提交 是不是往这个页面提交啊 当然问题就来了 这个页面能不能处理表单啊 他没有这个能力啊 他没有这么能力 所以咱们现在先不管处理表单的事 我们只要考虑表单他怎么写啊 怎么写 好 那这一块整个一个form标签 我们就创建完了 创建完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啊 这里边还是一个空白的表单啊 空白的表单 我们接下来干嘛呢 需要往这个表单里去填东西 我们说使用这个form 创建的仅仅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空白的什么呀 表单 我们还需要像我们这个form中添加什么呢 添加不同的这个表单项 什么叫表单项啊 就是我们表单里边那什么呀 你可以理解一个就表单里边的格格 有的格我可以填什么呀 填用户名 有格我可以填什么呀 填密码 有的格我可能填什么呀 比较长的一些信息 这些东西全都叫什么呀 全都叫表单项啊 表单项 那最常见的表现象 你们见过什么呀 比如说 百度这个是不是就有表现象啊 我在这边是不是可以直接输出这个文本呀 那这个叫什么呀 叫做文本 文本框 文本框 那比如说我们上网时最常见的干嘛呀 我可能要输入一个叫 用户名这么一个东西 用户名这么一个东西 那我们来说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框叫做一个文本框 文本框怎么创建呢 那说一下使用我们这个 其实咱们是不是用过这个了 我们讲那个 Fox的时候对吧 那个伟类的时候 讲过这个啊 使用input的来干嘛呢 来创建一个文本框 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type属性是什么呢 叫做一个text啊 text使用input的标签 直接往后写 来一个这个input的 注意input是一个字结束标签 它里边有个属性是必须的 叫什么呢 叫做一个type 叫做一个type type我直接写一个 等于什么呢 叫做一个text 这就表示它是一个什么呀 它是一个文本框 来保存 我们来看效果 直接这里边一刷新 走你 发现什么了 这用户名是我刚才写的字 然后用户名后边是不是跟着一个文本框 通过这你也能看出第一点来 我的这个文本框是个什么元素 内联元素 它是不是跟我这个用户名在一行呀 它是个内联元素 或者严格类 它是一个内联 行内 行内团元素 行内团元素 来我这写一个 我这写一个abc 我是不是可以填内容了 比如说来什么呀 来一个admin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这个用户名啊 用户名 那现在填完了 我想干嘛呢 我想提交 我一发现 是没有提交按钮啊 没有提交按钮 那你像我这个百度 我这不还有个百度一下能点呢 咱们这个呢 好 一个是不是都不能点啊 但是其实也能提交 怎么提交 直接一敲回车 就提交了 直接一敲回车就提交了 但是问题来了 这家是不是很不友好啊 很不友好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需要给它添加这么一个提交按钮 那提交按钮怎么提 咱们先说提交按钮的作用是什么呀 提交按钮可以什么呢 可以将我们这个表单中的什么呀 信息 干嘛呢 提交给服务器 提交给服务器 说白了 你点这个提交按钮就意味着你这个什么呀 表单 填完了 我要干嘛了 我要提交了 提交了 同样也是什么呀 使用我们这个input创建一个什么呀 提交按钮 也是input的 那问题来了 那我问你了 这个type还能不能是text了 你要是text的时候又变成为本块了呀 那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type属性值是什么呢 叫做一个submeat submeat 所以这里边type叫一个什么呢 叫做一个submeat submeat表示什么meat 提交 提交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提交按钮 提交按钮 保存 我们来看刷新 走你 哎 这是不是多了一个按钮啊 哎 好 我这随便写一个admin123 然后我点一下这按钮 我这一点 走你 哎 是不是表单 提交成功啊 哎 表单提交成功 这个能看懂吧 当然看到这儿了 来一个孙悟空 我这一点提交 从你 是不是表单提交成功啊 你看提交成功 页面变到哪了 是不是变到target点人毛啊 哎 变到这个页面了 但是这块问题就来了 你会发现我这一点完了以后 它有点像什么呀 是不是有点像个超链接啊 哎 有点像个超链接 那我这个信息 它到底有没有提交过来啊 有没有提交过来啊 哎 一定注意 这个信息呢 并没有提交过来 说白了 你这个用户名干嘛呀 压根就没有提交 那为什么呢 哎 那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属性啊 没有写 我这个用户名 是不是在这个音铺的里边填的呀 哎 这里边注意啊 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说 如果希望表单向中的这个什么呀 数据会提交到我们这个服务器中 哎 还必须给我们这个表单 像干嘛呢 哎 指定一个这个内幕属性啊 还必须给表单向指定一个内幕属性 说白了 在这儿我还要加一什么呀 加一个 内幕 内幕什么意思呀 名字哎 什么叫名字呀 也就是说你这填一个信息 你这个信息到底是用户名 到底是密码 到底还是什么其他信息 你说得跟我说一声啊 哎 这个内幕就表什么呀 这个内幕就表示你这个信息的一个什么呀 哎 名字表示我们这个提交 哎 提交内容的一个名字 那比如说我这来一个 我这比如说咱们这填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填的是用户名啊 哎 那我这来一个叫做一个user name 但是这个值是不是非得这么写啊 不是啊 这种按照想怎么写怎么写啊 我们最好起的一些什么样有意义啊 有意义来我这一保存 那是写完了以后会有什么不同啊 会有什么不同 回退我这一刷新 还是写一个 admin admn 然后我一点提交 咱们来看看有什么变化啊 我一提交走你 哎 发现什么了 哎 你看target.nm 这是我们这个URL地址吧 后边是不是多了一个这个问号啊 哎 问号 你看后边写的一个什么 写了一个user name 等于一个什么呀 呃的命吧 哎 username等于呃的命 那我们先说这呃的命是啥呀 呃的命是不是刚才我填的那个东西啊 哎 比如说我这填一个孙悟空 然后我一点提交查询 哎 你看等于谁了 是不是等于孙悟空了 而这username是谁 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表单的 内幕 属性值啊 哎 就是我这个内幕属性值 我这写的user name 他就写的什么呀 他就写的是一个user name 等于什么呀 等于孙悟空 哎 那我们来说这一段叫什么东西 那注意了 以后看到URL地址 他后边跟一什么呀 跟着一个问号 问号 后边这一堆叫什么呢 叫做查询字符串 啊 查询字符串啊 就这个名字 但是暂时先用不着啊 你先有一个印象 查询字符串 我们说我们用户填写的这个信息会什么呢 会附在我们这个 哎 URL地址的什么呀 后边 以什么呢 以这个查询字符串的这个形式干嘛呢 哎 发送给我们的什么呀 哎 发送给我们这个服务啊 发送给我们服务器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格式 首先它是用问号和我们这个URL地址 是不是 隔开的呀 哎 他后边跟着这个串 我们叫什么呀 叫查询字符串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格式 格式怎么写的 按你来看 它这是一个什么结构 一个值 等于一个值 是不是又是一个名 值 对的结构啊 哎 名值对的结构啊 所以前面是什么呀 叫做一个属性值 是不是等于一个属性 叫什么呀 属性名 是不是等于一个这个属性 哎 属性值啊 哎 属性名等于一个属性值 那么说该值最终到达服务器以后 我们的后台人员就可以干嘛呢 就可以根据这个属性名去获取这个什么呀 属性值 换句话说 后台要想获取到用户填写的用户名是啥 得通过什么呀 通过这个user name去干嘛呀 去获取啊 得通过user name去获取 当然这东西能不能变呀 哎 你这换一个 你换一个hello 保存 你这一回对 刷新一下 直接写一个 走底 是不是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变成hello等于AA了 变成hello等于AA了 所以注意 这个玩意一般咱们用不用 咱们这东西一般不用 这东西一般给谁用的 给后台用的 给后台用的 所以往往这个名字呢 你愿意起给他起呢 如果不起的话 哎 这东西一般谁谁来决定啊 后台决定啊 后台愿意起啊 他就起啥 咱们一般都不管他 但是如果说后台也是你写的话 你可以干嘛呀 你可以给他加上啊 你可以加上啊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什么呀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叫做一个 哎 数据的一个发送的一个方式啊 我现在得改过来啊 还叫yodername 所以你要注意 如果你的数据希望发送给服务器 你这个内幕干嘛呀 必须写 如果你不写干嘛 刚才你看到了 是不是什么也没有啊 哎 不写内幕的这个文本 这什么呀 这个表现象不会被什么呀 提交啊 不会被提交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文本框 给人像啊 但是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我现在是不是只提交了一个值啊 那有一些情况干嘛呀 我这复制一下 我这换一个名啊 叫一个哈喽 我提交几个值啊 我是不是提交俩值啊 俩值我们来看怎么提交的 我这一刷新 现在是不是有两个块了 随便要这写一个 孙悟空123 这来一个孙悟空456 我这不是提交两个值啊 那这两个值他会怎么提交 我们来看效果啊 来 这一刷新 走你 你发现什么了 username等于孙悟空123 然后hello等于孙悟空456 这为什么是hello 因为我第二个表现象的内部 是不是hello啊 然后你来看 他用什么呀 是不是用and付连接啊 用and付连接啊 所以注意 在我这个查询字符串里边 我可以有多个这种什么呀 明知对结构 多个明知对结构之间 他使用的什么呀 使用and付隔开 你可以写多少个呀 无数个啊 无数个只要长度不超标 都可以写啊 都可以写 这是我们说什么呀 这个表现象这个事啊 好 那我把这个给他去掉了 保存 现在来回到我们这个表现一看 回去 现在就剩一个了啊 就剩一个了 然后你会发现这有一个问题啊 表现象写完了 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按钮 和我这个表现象 他们是不是都在一行啊 那就证明什么呀 是不是都是内联呀 那现在我不想这个按钮跟着 我想按钮干嘛 你跟这儿 那怎么办 是不是给他换行啊 哎 save的加上一个回车啊 是这个换行的快捷键啊 save加回车保存 现在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换行了呀 感觉还有点劲 干嘛呢 再来一个 保存 一刷新 是不是就OK了呀 就OK了啊 使用换行 可以给他 换行 另一行显示 然后再看 还有什么问题 来看这儿 提交查询 这我写了四个中文是吧 当然这中文 我这有没有指定啊 没有指定 那也就是说 这按钮上的文字 实际上是浏览器 默认的吧 当然我不希望它这个 是这个字 我希望自己指定吧 那这块我们要怎么指定 我们来说一下 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呀 叫做一个 value value什么意思呀 值 值 什么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提交按钮中 可以什么呢 可以通过我们这个value 属性 来干嘛呢 来指定我们这个按钮上的文字 那比如说value 我这改一个 改一个你好 我一保存 咱们来看 一刷新 走你 说别说你好啊 你好 我这不想弄你好了 我想来什么呢 来一个比如说 我来一个什么呀 注册 我这一保存 然后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变成注册了 变成注册了啊 所以注意 可以通过value使用值 来修改我们这个按钮上的一个文字 可以通过value使用值 来修改我们按钮上文字 那我们来看 那你说我这玩意儿 能不能写个value 这能不能写value 我们来看看啊 来 我是value 我一保存 我看它在哪出来啊 看它在哪出来 我这一刷新 走你 现在还看不出来 我Ctrl F5 Ctrl F5强制清空缓存 刷新 Ctrl F5 你看 在哪呢 是在夸里的呀 那这叫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叫一个默认值啊 默认值啊 所以注意在我们这个input里里也可以指什么呀 value啊 在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文本夸中也可以指定value属性值 该值干嘛呢 将会作为我们这个文本夸的一个什么呀 默认值显示 这可不是提示文字啊 这可不是提示文字 为什么不是提示文字 要是提示文字 我这一点它是应该没啊 这不是提示文字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接着写啊 这不是提示文字啊 这叫一个默认值 换句话说 你不写默认值就是什么呀 就是它啊 默认值就是它啊 这是我们这个默认值啊 咱们先给它去了 这会儿有点 还是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文本框 还有一个提交按钮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除了文本框 还有时候需要什么 是不是需要一个密码框啊 密码换句话说 就是输入我们那个密码了 密码框啊 怎么写呀 那密码框 我一想密码框 应该跟文本框 实际上是一样的是吧 密码 来一个input的 我也来一个这个什么呀 type 也来一个text的 俩没啥区别是吧 没啥区别 来加个换行 保存 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出来了呀 这不是OK了吗 来一个admin 来一个什么呀 123 123 哎呦 完了 我写密码你们全都知道是吧 哎 密码就暴露了 哎 我们说了 如果你密码框也用的是text 我们说了 我这密码是不是直接就明文显示了 哎 明显示了 对这个信息来说是不是不太安全呀 哎 那我们怎么把它藏起来呢 那你肯定不能用什么了 不能用文本框了 哎 那密码框 我们来说一下 使用我们这个input创建一个什么呀 密码框 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type属性值是什么呢 是password 哎 password就是我们这什么呀 是不是密码的意思呀 所以这边给它去掉 咱们改一个叫一个password 然后一保存 咱们再看一刷新 这回再输 123 123 是不是变成那种小点子了 哎 这样我们这个密码定完了 别人就看不着了啊 就看不着了 这是我们说的用户名 还有这个密码 还是填完了以后 我一点注册 是不是又提交表单呀 哎 我一提交 来走你 你发现什么了 是不是只有U的name呀 密码有没有啊 没有 为什么没有啊 我说没有指定name属性了 所以注意啊 只要这个信息 你想往服务器提交 name是必须的 那我们这给它来一个name吧 来一个name 等于一个password 咱们这名叫啥都行 叫啥都行 password 然后回退 我这一刷新 admin来个123123 我一注册走你 U的name等于admin andpassword等于什么呀 123123 这个信息是不是就 提交过来了 提交过来啊 所以注意 信息你只要想提交给服务器 这个内部属性是什么呀 是必须的啊 内部属性是必须的 好 那这里边我们说了一个简单的表单 说了一个什么呀 form标签 使用form来创建一个表单 然后呢 form中有一个action属性 action主性指上的是我们一个服务器 地址表单最终将被提交到这个地址上啊 这个地址上 然后说了我们两个表三个比较项 一个是我们这个input type等于tags 这是我们这个稳等块 然后呢 说了一个input type等于password 这是我们这个密码块 还说了一个input type等于submit 这是我们这个什么样提交按钮啊 提交按钮 这是我们说最基本的一个原项了 我们这呢 先停一下